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1月7日的粵語新聞節目 我是潘家晴 首先跟大家講今天的新聞題要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對香港大抓捕事件表示憤怒 性言制裁限制香港駐美貿易代表 另外 黃之鋒和譚德志 也疑因初選事件在獄中被捕 中國外交部和官媒扭曲美國國會衝突事件 疫情捲土重來 大陸各地發布通知 呼籲民眾不要回鄉過年 詳細的新聞內容 在香港 警方國安處周三動員如千人 拘捕53名去年參與35家初選的民主派人士 被外界形容是 港版美麗島事件 即使現時身陷05的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 以及人民力量副主席譚德志 也因事件在收押所被捕 據悉兩人被指示嫌違反港區國安法 053名被捕人士 竟通宵扣查後 陸續獲准保釋 據稱暫時不提出檢控 多名獲釋的人士施責政府 無理政治打壓 寄予港人 面對打壓無畏無懼 多名香港資深大律師和法律學者 受訪時均質疑 當局未能交代被捕人士 違反國安法的實際行為 聽聽李節智報導 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在星期三回應香港警方拘捕行動時直言 另53人的被捕是因為參與2020年民主派初選活動 屬於《歹毒計劃》 不過被捕人士經過通宵扣查後 星期四陸續獲准保釋 據了解警方暫時不會提出檢控 獲釋人士需要給港幣3萬元保釋金 需要交出所有旅遊證件 半年內不得離開香港 並且要在2月初到警署報導 其中前立法會議員黃碧雲 和沙田區議員岑梓杰 一同獲釋後見記者 他們說認為是政權企圖令他們畏懼和收聲 批評政權利用法律作為打壓政治意見的工具 並高呼爭取民主無罪 抗爭有理 並且說香港人加油 深水埗區議員何啟明保釋後說 非常詫異 基本法保障香港人的所有權利 民協和香港人會繼續堅守 荃灣區議員岑奧輝獲釋後透露 曾經被進行三次錄影會面 被捕理據可笑 他說最重要的是面對極權和謊言 是否會繼續做過正直和善良的人 是每天最應該交代的功課 前立法會議員郭家麒獲釋後說 寄予香港人面對打壓無畏無懼 在今天的香港已經是受到一些極之嚴重的法律的指控的時候 這個地方這個制度是令我們覺得有一些陌生 甚至覺得有一些恐懼 但我寄予香港人 無論有多艱難的日子 多大的打壓 大家記住 無忘初衷 當我們追求的是最基本的核心價值 當我們要求的是公平、公正、平等、法治 人權、自由 報導的自由、新聞的自由 政治參與的自由的時候 我們是否應該因為恐懼而放手呢 阿布泰生活百科創辦人林景南獲釋後也說 難以想像自己竟然會被控顛覆國家政權 過去這40小時的被機留和調查的過程之間 我不斷反問我自己我做了些什麼 我作為一個香港人 為何會被控一個顛覆國家政權的罪行 究竟我有沒有這樣的意圖 我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去做一件這麼難以想像的事情 不過很慶幸今天依然都可以走出來 簡單跟大家說一句香港人加油 而曾經參與35家初選的黃之鋒、譚德志 在同一天傳出被捕 黃之鋒早前因2019年7月1日 包圍警總一案罪成入獄 正在石碧監獄附近 黃之鋒念書專頁透過小篇發文 警方在星期三早上上門搜查 黃之鋒的預所超過一小時 黃之鋒的親友 翌日接獲懲教署福利官的通知 說黃之鋒因為涉嫌違反《國安法》 今天早上在石碧監獄轉到黎之鋒 懲教所錄取口供 但律師到場後不能回見當事人 之後黃之鋒被送返石碧監獄 而人民力量副主席譚德志 因為被控刑事罪行條例 發表煽動文字等一共14項罪名 由去年9月初起被懷額在黎之鋒 收押所到現在 據了解他也在收押所被警方調查 對於警方國安處能不能將超過50人的被捕人士 成功入罪 引起爭議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慧珠 和港區人大代表譚耀忠 分別接受香港電台和商業電台節目訪問 都說關鍵在於戴耀廷提出的攬炒十部曲 最終都是希望令政府停擺 而被捕人士藉著組織和參加初選 目的是透過否決財政預算案令政府停擺 已經算是觸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第三款 即是嚴重干擾、阻撓、破壞特區政府依法履行職能 不過香港多位法律人士提出反駁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鑊 也都同一日接受香港電台同一個節目訪問時候 初選未必符合顛覆國家政權最終所指的非法手段 有很多情況之下這個非法是可以干犯了刑事的責任 也都可能干犯了民事的責任 但很明顯是一種違反法律的行為 究竟一個初選是違反了什麼法例 都目前為止我對不起我暫時看不到 譬如你好像現在美國今天發生的事 你強行衝進去立法會 阻止立法會討論財政演算案 令到月雪蘭被否決的 不可以通過的 這樣就關犯出第二十二條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港師張達明 接受本台訪問時候 單是參與初選並沒有違法 對警方未有正式就《國安法》起訴被捕人士 質疑政府拘捕的理據 當局至今都未能交代被捕人士違反《國安法》的實際行為 他有批評譚惠珠和譚耀忠的言論 只是將大陸的說法強加於香港法律制度 他們都講得出來的 做些什麼法律制度 他們也是用一些比較政治的說法 即是說很大毒 或者你的目的是要做些什麼等等 但是你設伏他們都 我想很多人都講過了 第二條的重要一點 其中一個元素就是要涉及到武力 威脅制度武力或者非法手段 你要講清楚哪個行為是非法 警方在星期三拘捕53人 包括發起或者參與去年民主派初選的人士 說他們涉嫌顛覆國家政權 警方說其中6人是組織和策劃的角色 其餘47人是參與者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李哲志布特 香港初選大首報的港版美麗島事件 引起全球高度關注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在美國時間週三晚上發表聲明 對事件表示憤怒 並威脅對相關人士實施制裁 包括香港駐美貿易代表億面臨限制 他強調在香港人受共產壓迫之際 美國不會就手旁觀 美國政治風險管理顧問方恩格 接受本台訪問時說 美國執行有關制裁的機會相當大 聽聽李哲志報導 蓬佩奧聲明說 美國將會考慮對有份打壓香港人的任何個人 或者實體施以制裁或者其他限制 他又說美國也會對香港在華盛頓的貿易代表 施以限制 在星期三 53名被捕人士之中 民主動力師傅 律師關上義是美國公民 在當日深夜已經獲准保釋 對此 蓬佩奧強調 美國不會容許對美國公民的任何拘留 或者騷擾 美國政治風險管理顧問方恩格 對本台說 認為美國執行有關制裁的機會相當大 對制裁香港在華盛頓的貿易代表並不意外 蓬佩奧他說 或許香港駐美的經貿代表 也會受到限制 接著是美國政府早就考慮 就是從反送中之後 美國通過相關的法律 然後有準備因應措施 還有制裁還有其他的行動 比如說香港進口到美國的強頌 又帶 跟中國大陸內地有同樣的待遇等等 也有考慮過香港駐美代表處的行動 有限制 就可以採用 美國怎麼對中國駐美的大師 和領事館人員相關的限制 所以我們不能覺得意外 方恩格相信 特朗普政府會把握剩下的大約14天的任期 按計劃對香港和中國實施制裁 不過他認為制裁香港駐美的貿易代表 雖然對香港和美國的貿易業務往來帶來不變 但不會影響香港政府和警察繼續執行《國安法》 對於美國總統特朗普面臨彈劾 美國政府在過度其中出現內政混亂 包括國會血腥衝突 拜登政府對華政策受到質疑等 方恩格認為不會影響美國對中國和香港的制裁態度和力度 他解釋因為美國已經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拜登政府上任之後都需要依法 就香港人權問題行動 而現有香港財政部等各個部門 一早已經就制裁作準備 也都無需花費太多時間研究 或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提名出任國務卿的布林肯 回應香港大搜捕民主派人士時候 批評是對勇於爭取普世權利的人士的攻擊 強調拜登政府會與香港人站在一起 方恩格相信布林肯和蓬佩奧對華的制裁力度分別不大 至於新一輪制裁對香港在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影響 方恩格認為言之上早 由於香港以至全球經濟受到新官肺炎疫情肆虐打擊 香港經濟在制裁後的影響至少要等今年下半年才慢慢反映 香港警察週三出動千名警員進行大抓捕 53名去年參與民主派初選的人士被指涉嫌違反顛覆國家政權罪 所謂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原因 是香港民主派去年7月11日一年兩日舉行的初選 當中有52條名單參選 主辦單位說有超過60萬人投票 自從亞洲電台記者裡截止報導 香港作家梁子山週四在其個人社交平台透露 許恆生銀行的兩個公司商業戶口 被通知一個月內停止運作 暫時原因未明 聽聽情聞報導 根據恆生的通知信件指 暫停戶口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客戶盡職調查未獲通過 又或者有可疑交易等 為了避免潛在欺詐或金融罪行 基於這些原因 銀行會終止部分客戶的戶口 梁子山在社交平台指出 兩個戶口每天都有往來入賬和支出 從來沒有負數、借貸或欠銀行錢 他狠批恆生猶如中資銀行 香港的銀行竟然連香港人都不服務 他說 現在銀行不是銀行、價不是價 香港還做什麼國際商業城市 他以國際ATM卡比喻香港 他說 巨人千瘡百孔 口袋唯一Work的國際ATM卡 你走去整花他的池帶 搞他的芯片 還可以繼續利用他嗎 梁子山是足總前董事 去年立法會選舉曾高調支持 Tricky Duck行政總裁周小龍參選立法會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別議員 表明要踢走建制派改革體壇 填詞和寫小說出身的梁子山 是互相羅傑成的前妻 2017年離婚後 曾透過開創食物研究所 O Chef Lab做外送飯盒 另外他還有市場推廣參加公司 和出版社業務 而恒生銀行暫時沒有回復傳媒查詢 梁子山接受香港傳媒訪問時表示 星期四早上才被同事告知他 兩家公司的銀行賬戶將會被取消 包括食物研究所 O Chef Lab 和網購平台萬事屋 他形容心情很生氣很生氣 生氣得說粗口 他指出 那份恒生郵件顯示 在12月26日寄出 同事收信後 曾與恒生交涉 問如果銀行要查數 為何從來沒有問過公司 拿證明文件 沒有料到恒生銀行回復時 只是指 他們不用拿文件的 內部審查來的 即是沒有給原因 不過他聲稱身邊 不少重傷的朋友 也遇過類似的情況 都不會覺得很驚訝 中小企來說都不陌生 核數上可以懷疑你洗黑錢 甚至懷疑你是否中籌 也有很多朋友 有其他銀行要求他們要拿證明 為何每天有幾十宗濕濕碎碎 幾百至一千的收入 要證明每一宗收入的資金來源 做小企業就是這樣了 每間公司每個月營業額 都達到7位數字 他批評如果每一宗都要求證明 其實很浪費行政費用和時間 如果要逐單證明 不知道小企業可以怎樣應付這種要求 至於事件是否涉及政治打壓 他表示不評論恒生的背後原因 但如果因為政治 都很容易找出一個人 有沒有一兩小時小企 在他們的銀行開戶口 那就可以用這個理由取消你 只要收到通知 我都不會掠它 不會問它 並且質疑 如果銀行更不支持 除了阻礙香港人發展海外業務之外 同時外國公司也面對同樣情況的時候 會疾愛香港國際貿易發展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宣布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 將訪問台灣 為美台斷交後首位訪台的 現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台灣外交部表達成志的歡迎 並積極就克拉夫特訪台細節和美方協商 另外 美台週四舉行政治軍事對話 外交部長吳超雪表示 美台溝通渠道多元 未來持續深化在政治、經濟和安全各層面的合作 聽下鍾廣正在台北報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7號宣布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將訪問台灣 克拉夫特2019年上任以來 多次公開發聲支持台灣國際參與 他將成為美台斷交之後 首位訪台的現任美國駐聯合國 但蓬佩奧並未透露克拉夫特訪台日期 蓬佩奧在發表聲明 聲援超過50名被捕香港政治人物和泛民人士的秀 提及克拉夫特即將訪台 並指即使中國共產黨 致力削弱台灣的巨大成功 台灣是一個可靠夥伴和活力民主政體 台灣展現出一個享有自由的中國所能達成的成就 在台北外交部發言歐江安表示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美東時間6號發表聲明 稱實美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克拉夫特大使 將率團訪問台灣 外交部對此表達成之歡迎 另外美台7號上午透過視訊進行政治軍事對話 國防部副部長張冠群表示 政軍對話歷年都有舉行 今年主要單位是軍備局和戰備師 對國防部而言都是務實上的合作工作探討 今年政治軍事對話 由國務院政軍局助卿副帕為代表 而台灣就由國防部、外交部等官員與會 雙方針對整體區域情勢、台美軍事合作 以及後續常態軍售等議題進行討論 不過外交部長吳超薛就不願透露雙方會談內容 以及參與官員參與 就是說台美之間的這個對話管道的所有細節 包括說什麼時間在哪裡 有什麼人參加談了什麼事情 那這個事情都持續在做 但是我們從來從來不會對外來做說明 那這一次我們也不會對外來做說明 那外交部基於台美互信 以及外交的這個默契 我們都不便對外透露 那未來我們會持續在既有的這個堅持的良好基礎之上 和美方就各項合作的這個議題 保持密切的溝通和深化的交流 對於中國外交部批評今次對話 台灣的外交部發言歐國安回應指 對中方的回應不驚訝 但是重點是台美互動密切 不會因此受到影響 那當然中方它因為它有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 但是我們都知道這個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 是虛化而且不存在的 因為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部分 台灣跟美國的關係密切友好 我國也跟美國在這個現有這個基礎之上 我們已經發展了史上最密切最友好的一個合作關係 我想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台美舉行不管是軍事對話或是其他領域的合作 不會因中國方面的發言或是他們的評論而有所影響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6號對於美台政治軍事對話表示 美方做法嚴重違反一個中國政策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布的規定 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並予以強烈的譴責 自由亞洲電台中廣正台北報導 美國國會發生自1812年 英軍火燒國會大廈以來 最嚴重的衝突 中國官媒和外交部愚獲自保 發言人華春瑩 批評美國對示威持雙重標準 說應該被解放和解救的是美國人民 不過 本台記者查證發現 華春瑩的延遲有扭曲事實之嚴 另外 多個美國盟友就事件發表聲明 震驚之餘 表示必須捍衛民主 聽聽馬納克胡凱文報導 美國最高議事殿堂 在美東時間星期四凌晨 經歷6小時的insurrection 中文譯造起義或暴動之後 參眾兩院都確認拜登獲得足夠的選舉人票 成為新一任總統 現任副總統彭斯說 國會即日恢復議事日程 被全世界再次看到 美國民主制度的復原能力和危力 美國主流媒體在星期四 多數以insurrection 來描述美國最高議事殿堂 在星期三發生的暴力衝突 至於中國外交部和官媒 就見逢插針 在傷口上撒鹽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例行記者會上指 美國的主流媒體都縱口一次譴責這次是暴力事件 是暴徒 極端分子 惡棍 是恥辱 但華春瑩說他們當年形容香港暴力示威時 就用亮麗的風景線 將激進暴力的示威者 美化成民族英雄 說美國人民和他們站在一起 在這兩件事上的用詞和反應截然不同 背後的原因值得令人深思 華春瑩又說 相信美國人民希望恢復正常秩序 本台記者經事實查核發現 華春瑩所說的亮麗的風景線 是引用了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的言論 在2019年6月4日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在六四三十週年舉行聽證會 主席McGarvin提到香港在六四燭光晚會的圖片 佩洛西在發言的時候就說 香港是唯一能夠在中國的土地上看到這種事的地方 人民能夠站出來發聲 這是一道美麗的風景線 A beautiful sight to behold 根據上文夏里 佩洛西所指的亮麗的風景線 是和平的維園六四燭光晚會 而華春瑩的引用就偷換概念 講成在香港一年多前的示威衝突 政論人士留意到 大陸官媒目前正透過高調報導美國的衝突 來獲取民眾對當局的支持 並且藉此宣揚中國社會制度的優越性 唱衰美國的民主制度 紐約政論人士李偉東對本台表示 民主進程永遠都是在路上 時刻面臨著各種顛覆和挑戰 即使當今世界最完善的美國 民主政體都不會幸免 但美國的憲法就捍衛了民主 在壓力之下完成美國新總統認證程序 一百年之前的法西斯意大利和如今的美國 得到完全相反的兩個命運 所謂了美國的未來 這是美國的勝利 在總體上說不是美國的失敗 是川普主義失敗了 美國勝利了 川普失敗是因為美國憲法 以及美國有這麼多人在守護憲法 有憲法才守住了自己 但是這是驚險的一跳 差一點就讓川普弄成功 當年墨索李尼就成功了 在美東時間1月7號凌晨3點半 新兼參議院議長的現任美國副總統彭斯宣布 確認拜登獲得選舉人團306票 跨越了270票的當選門檻 白宮發言人在社交網站貼文 表示特朗普雖然完全不認同選舉結果 但是他仍然會在1月20日有罪進行政權交接 民主共和兩黨跨黨派譴責國會暴力事件 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在星期四以三種語言 包括韓文、越南文和中文向少數族裔發文 強烈譴責在華盛頓特區國會大廈 和其周圍發生的暴力事件 聲明說見到的這些暴力場面並不是愛國主義行為 而是對國家和建國原則的攻擊 美國的開國緣分建立了法治國家 而不是無政府狀態 呼籲所有相關人員聽取執法人員的意見 並且幫助恢復國家首都的秩序 在這一天前美國國會被佔領歷時大約6小時 即使目前暴力衝突已經暫告一段落 但是華盛頓特區仍然處於宵禁 美國國會上一次被佔領 要追溯到1812年的英美戰爭 國會遭到英軍入侵 並且被縱火焚燒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馬立克 胡海文報導 港共政權在2021年 出動過千國安人員 全面圍捕香港民主派人士震驚全球 經歷過台灣戒嚴時期的人 會將事件形容為港版美麗島事件 指的是1979年12月10日 國際人權日時 發生在中華民國高雄市的一場重大衝突事件 但當年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大舉逮捕黨外人士 並且進行軍審 令到全球為之側目 至於年長的德國朋友 就會想起納粹德國時期的長刀之夜 長刀之夜發生在德國 1934年6月30日至7月2日 亦都是一項大規模的政治清算行動 納粹政權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清算 事件中有超過1000名反對者被逮捕 至少有85人死於清算 最後的死亡人數更加可能達到幾百 港版美麗島 始於港共政權無法控制他們自己 答應港人的立法會選舉的結果 而長刀之夜事發原因 是當年德國元首希特拉 因為無法控制自己一手創立的衝鋒隊 兩者的起因雖然不盡相同 但獨裁者自信不足的動機就一致 後者大部分參與行動的 是黨衛隊和蓋世太保 這次行動加強並鞏固了國防軍對希特拉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 當年德國雖然已經有百年法律 禁止以對政權的忠誠為理由進行法外處決 但因為德國法院和內閣解禁 以及消除相關障礙 令到那次行動為納粹政權帶來法理上的依據 有人說歷史總是不斷輪迴 這個學術觀點還有待歷史學家去驗證 但可以肯定的是 經歷過極權統治 腥風血雨的人 都不會對香港發生的一切沒有感覺 春節臨近之際 中國的武漢肺炎疫情症捲土從來 出於疫情防控的考慮 大陸各地發布通知 呼籲民眾 沒有必要不要回鄉下過年 不少地方更要求 如果要回鄉必須要出具核酸檢測證明 甚至提前報備 外界相信 疫情下仍然會有大批的民眾回鄉過年 當局必須要做好兩手準備 聽下高峰報導 每年春節前後 中國各地都會湧現大量人流 據統計 2019年40日春運期間 大陸全國旅客發送量高達29億8千萬人次 其中鐵路旅計發送旅客更突破4億人次 中國大陸今年春運會由1月28日開始到3月8日結束 面對即將到來的人員大量流動和聚集考驗 中國國務院應對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 日前提出鼓勵企事業單位靈活安排休假 引導職工群眾在春節期間盡量在工作地休假 北京以非必要不出京非必要不出境為口號 提倡目前在北京的民眾 今年春節留在當地過年 黨政機關幹部更應該帶頭再經過節 確須離京的要嚴格審批管理 為減少人員流動 全國最大城市上海鼓勵錯峰返鄉返江 如果必須要跨地區出行 無必提前了解當地的疫情形勢和防空政策 中高風險地區暫緩出行 擁有大量外來人口的深圳也已經發布通知 公務員、事業單位、國企員工 春節期間離開深圳必須提出申請 其他公司盡量錯峰放假 岸廢四川、湖南等勞動力輸出大省 近期也密集發布通知要求非必要不返向 在北京打工 老家在黑龍江的馬小姐說 民工如果堅持要回家過年 核酸檢測報告、健康碼、通行碼必不可小 如果老家位於黑龍江、遼寧、河北等疫情嚴峻地區 就未必可以順利成行 高中風險地區、高風險降低就可以走了 而對於由境外和中高風險地區返鄉的人 多地也要求做好核酸檢測和隔離措施 河南有地方政府提出 這些人員要提前向所在核區做好行程報備 落實核酸檢測和14天集中隔離措施 馬小姐說對於民工來說 返鄉最大考慮是春節過後 能不能重返工作崗位 中高風險不降的話 那你就不要再回北京了 回不來的話工作可能就要沒了 所以說他就是為了他的工作 去年武漢肺炎起原地中國有很多地方封城 導致在地居民生活物資嚴重缺乏 很多地區甚至陷入無政府狀態 廣東觀察人士王愛宗說 原地過年只是當局的良好意願 但是由於屬於非強制性質 相信大量民眾仍會選擇回鄉過年 當局必須吸取去年的教訓 作出更周全的安排 在隔離的過程中去年 確實爆發了很多問題 比如說隔離的酒店的條件 或者收費問題 被隔離的小區 或者民眾的生活 物資保障問題 都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隔離的費用 我看最近報導比較多 有些地方收費 一天要收費四五百塊錢 那麼對很多民工來說 可能都有很大的壓力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高峰報導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周子諾死因言訊 踏入第27天 死因裁判官高偉雄引導兩男三女陪審團 給予裁決指引並總結案情 高偉雄指出 陪審團不應該猜測周子諾在停車場的目的 高偉雄又提醒陪審員 對示威者或警方有看法是正常不過 但不應該有預設立場 預料最快在週五有裁決 聽一下文海恩報導 死因停經過27天的言訊 星期四死因裁判官高偉雄 開始總結證供和引導陪審團 一大清早 已經由市民到西九龍裁判法院外 排隊出席旁聽 曾經出庭作供的義務急救員曾朗軒 亦都有旁聽 死因裁判官高偉雄建案陳詞 指出就每名證人的證供或每見證物的證據 陪審團需要決定 是不是全部接納 部分接納 或者拒絕接納 他說 今次言訊與社會事件有關 陪審員對示威者或警方有看法 是正常不過 但不應該猶豫設立場 他提醒陪審團不要作出猜測 包括不應該考慮自身經歷 庭外其他人的說法 傳媒報導等等 應該只是根據庭上聽到 和見到的證據作出裁決 而且不應該把個人看法帶到法庭上 他還說 沒有證據顯示 紫樂曾經參與示威 他的背囊中都沒有頭盔等 又說 根據他的Telegram訊息 他當時想拿東西給人 高偉雄說 不要猜測他在那裡做什麼 也沒有任何證據能猜測 他要交收什麼物品 所以陪審團不應該猜測 就自落在停車場的目的 代表警方大律師洪建文 星期二建案陳辭時曾經說 事發當晚因為廣營國外 停拍了一輛白色私家車 阻礙消防車使至上得停車場 直言如果救援工作有延後 廣營國物業管理公司 容許私家車停拍是罪魁禍首 他們難辭其咎 高偉雄星期四就說 庭上沒有根據說明 那個行車路屬於公家還是私家 因此無法知道哪一個負責 由於警方未能解鎖指落的手機 有陪審團在法官總結案情前詢問 能否透過iCloud等方式 重置手機資料 不過高偉雄裁判官隨即說 警員作工時曾透露 周指落並沒有iCloud 因此無法 周媽媽文訊後馬上說 法官閣下 我覺得指落是有iCloud 其後就更淨 我澄清指落是有iCloud 裁判官高偉雄就說 媽媽知道任何事情 都不能這樣突然起床說 提醒這樣並不符合法庭程序 證供必須在宣誓下提供 周家代表大律師鄭淑儀向裁判官高偉雄解釋 警員無法從指落的iPad 找到曾透過iCloud下載的痕跡 並不是說指落沒有iCloud 周媽媽只是想特意澄清這一點 她還說 家屬和警方已經下了很多功夫 但都無法解鎖電話 如果做到 過去一年已經做了 並說陪審團無需過度猜度 及後高官一度讀出指落的身平背景 周媽媽文言之後 再次低頭抹眼淚 過去庭相 每次談及指落背景 周媽媽媽都難掩哀傷 最終裁判官高偉雄花近四個半小時總結案情 星期五早上將會繼續引導陪審團 其後陪審團需要退庭商議 最快同日有裁決 霍大學生周子樂 在2019年11月4日凌晨 遇漲運澳警民衝突期間 在上德邨停車場墮樓昏迷 留依5日後不折 中年22歲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文海音報導 在香港 民主黨前主席胡志偉 因為參與35家民主派初選 在週三被警方 以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拘捕 警方週四 再只容許涉嫌另一宗案件 未有案要求交出旅遊證件 涉違反保釋條件 胡志偉被轉介到西九龍裁判法院認訊 裁判官羅德傳 將案押後到週五早上十點半處理 胡志偉連同 另外七名民主派人士 私嫌與2019年6月30日 終審法院外遊行 與7月1日灣仔遊行有關 早前被控 舉行或組織 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 未經批准集結等共三項的罪名 案件押後到2月8日再信 胡志偉原本獲准保釋 但警方在週三的拘捕行動中 發現他的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NO 說他違反保釋條件 洪方週四在庭上申請撤銷 胡志偉的保釋 法庭週五早上處理 胡志偉須還押請教處看管 有報道指 胡志偉是被押解到官堂辦公室途中 在警員查問下接獲回覆紙 家裡有BNO護照 有效期至2029年9月 更多的新聞和評論 請到本台月遇早的官網和社交媒體 收聽收睇